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嗨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的每月运势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我要提醒你 请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因为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们每个月做好节目的动力了 那么来到六月份 这个月份是非常惊奇的月份 而且带有诞生 复活 重生的色彩 所以我们这个月 要抱持一个赤子之心 然后用一个比较能够调整的态度 来面对各种变化 我们从星象来看一下 这个月的一个变化好了 首先我们延续五月底 到六月初的一个情势 因为五月底开始 就进入了水星逆行 一直到六月二十三号 水逆才结束 所以在六月十二以前 我们会感受到那种 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后有很多事情不确定的感觉 可是六月十号到六月十五号 这六天左右 有非常多重量级的形象登场 第一个叫做双子座日食 而且它汇合了逆行的水星 所以它非常强调沟通交通 年轻人的一些议题 这个时候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计划 或者是说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交通的政策 有可能出现 或者是之前本来没有完成的事情 石沉大海的事情 这个时候都会浮上台面 但是这种诞生并不舒服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你的母亲 在生小孩的时候 那种症痛 身体的撕裂 但是你又必须把孩子 拼命的往外 对不对 生出来 所以这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 今年呢 一共有三次的土星跟天王星 非常紧密的一个凶象 那在6月15号的时候呢 它们来到今年第二度的准确凶象 这个准确凶象会带来非常多的革命 革新 拉锯战 那刚好呢 在6月11号的时候 火星就进入试作 然后一直延续到6月15号 这段期间 它就像一个阵痛 要生出新的小孩 要生出新的东西 那么随后 慢慢到了6月20号以后 开始很多事情就明确了 因为呢 6月20号开始 木星开始退行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 比较本来套墨式的希望 开始退场了 同时呢 23号的时候 水星结束逆行 一切真相大白 所以在6月份 特别是20号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场景叫做 潮水退了 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真实的状况 那么对于每一个星座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别忘了要参考你的上升以及太阳星座 我不知道你或是你身边有没有变动星座的朋友 在6月份里面上升在变动星座 包括了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这个月是你的命运交织点 交汇点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个月啊 这四个星座很容易呢 有恋爱结婚 转职 创业 换这个合作伙伴 增加新客户 或者是搬家 牵动 当然有可能是分手拆伙 离婚的可能性 而这些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你自愿还是非自愿 它往往会影响未来一到两年的发展哦 所以啊 我要建议这一群的朋友就是 我觉得这个月份是你们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想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那么在这个月 你要勇敢的做决定 那么不要担心你的决定是错的 我觉得每个时候 你都会做出属于你该有的决定 所以我们恭喜这群变动星座朋友 在这个月 在人生方向上 在事业上 在爱情上 会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转变 再来是第二个族群 这个族群是在这个月有比较多的挑战 就是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载 金牛座 狮子座 天蝎座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还过得不错哦 因为你们会有一些机会跟舞台发展 但是也因为这个月有赚钱的机会 有跟别人要互动合作的机会 所以 摩擦就多了 特别是6月11号开始 火星进入了狮子座 这个族群很容易发火生气 可是偏偏的这个月很多事情又不能够的模糊 特别是在6月中以前 很多事要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族群 金牛 天蝎 狮子 水瓶 在这个时候是你们要当坏人 你们要推动一些事情 但是好处是你们可以赚到钱 比方说金牛座跟天蝎座朋友 这个月是一个理财的好时机 但是有可能你的家人 你的小孩或是你的房地产等等等 需要你在经济上的支持跟规划 所以你应该要好好的做好一些准备 当然难免跟家人会有一些冲突 跟伙伴有些冲突 哪要调整你的心态 那么事实做的朋友 在这个月往往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 领头羊 领头师了 然后你可能要带领大家去面对挑战 去克服难题 或者是要对外竞争 可是我觉得事实做朋友 你唯一要小心的就是你的脾气 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OK 但是有可能你会暴走 我觉得这个月 这个族群特别是事实做朋友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对事不对人 那么水平做朋友 这个月也是一样 投资恋爱的机会很好 而且你跟年轻人小朋友有缘 比方说你这个月很容易发展 姐弟恋兄妹恋 或是说你可能有时间 跟你的孩子有一个亲子的聚会 活动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族群这个月把握财运 然后做好你的人际关系 当然有的时候也许不打不相试 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漂亮的收尾 是这个族群在六月份很重要的关键 最后来到的是基本星座 基本星座包括了上升跟太阳在 白羊天秤巨蟹跟摩羯 我们来讲讲巨蟹跟摩羯好了 这两个感觉是比较沉稳 比较闷的星座 其实不然这个月因为精心进入了巨蟹座 我反而觉得是巨蟹摩羯呢 恋爱玩乐享受生活的好机会 可是这个月呢你们可能还是要工作 所以巨蟹跟摩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要处理一些水逆容易产生的问题 沟通不良啦 或者是说大家的误会 这个族群不一样的是呢 前面变动或者是固定 他们可能都在解决一些新的问题 或者是要确立新的方向 可是呢基本星座呢 这个月是在修正修改调整旧有的计划 你们还是在轨道上的哦 可是巨蟹跟摩羯呢 可能就是在工作上生活上 要把一些小混乱 小事情处理好就很好了 那么在白羊跟天秤来讲呢 这个月其实你们的旅游啊 学习啊 聚会的活动是很好的 沟通运势好 然后朋友的缘分也很好 但是有一个主题叫做承诺 你这个月呢特别容易啊 要签约 或者是说你要去登记结婚离婚 要申请什么专利 要带领什么东西 要考什么证照 而这些跟承诺 跟法律有关的事情 往往会带动你 后续的成长跟发展 好了 无论如何呢 我相信各位朋友都已经知道 你六月份可能有什么样的机会 那么别忘了 我们要适时的把握机会 希望大家都能在六月份 做出最好的选择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